大概講了些什麼東西呢 來看一下 第一個 其實要講第三項的時候講精靈的見解 對不對 那一開始的時候 是從什麼呢 從這個鈍器 鈍器開始去講 那鈍器呢 鈍器我們講到的一個公式是什麼呢 就是說假設我們去考慮 考慮到彼此之間的這個 凡德瓦麗 跟他排斥力 排斥力是什麼 R的12字法 對不對 那這個瓦麗是C 其實是R的 抱歉 一個是-12 一個是-6次法 對不對 那其中呢 我們會提到一個 我們需要知道一個叫PiJ 那PiJ的12次方 跟PiJ的6次方呢 這是一個差量差的數值 那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 首先這個R代表的意思就是 在筋底頭 你不管怎樣的筋形 原子到最 到另外一個最靈近的的距離 就是R 所以它不是金額常數喔 那這個Sigma Sigma 實際外一個什麼呢 一計算之百的一個 一個常數 跟常數是有關的 那這個PiJ是考慮什麼呢 我最靈近 次靈近 像EU1 然後呢 一直加到我雄圓 當然這個 這東西會收斂 這是得到一個 PiJ的12次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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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J的6次方分 PiJ的6次方分 兩次方數值 那我們帶到這裡 以後可以做一個計算 計算它的重度性能量 好 第二個 我們講的是 力子晶體 那力子晶體呢 它跟這個環兜瓦器 不一樣的是 環兜瓦 環兜瓦晶體呢 它必須直接是靠環兜瓦力吸在一起 比如說環兜瓦力 環兜瓦剛剛講的是 瞬間的攻擊群的力量 瞬間吸引的力量 所以它的所有球殼是填滿的 那環兜瓦呢 環兜瓦晶體不一樣 環兜瓦晶體是 一個少一顆電子 一個多一顆電子 或是少兩個多兩顆 那我丟了兩個給你 你拿了兩個狀 那這樣的情況下 結合晶體叫環兜瓦晶體 環兜瓦晶體 環兜瓦晶體 環兜瓦晶體就要看到 它兩顆碼兜瓦的量 那碼兜瓦的量 那當然考慮的是什麼呢 考慮的是這個R 也跟剛才R1一樣 最靈近的這個距離 那Q呢 是它所帶的這個電性 那這R法值呢 R法值就很特別 R法值也是一樣 我考慮周圍 最靈近的 1 2 3 4 也許是可以有6顆 3下6顆 或者是8顆 或者是12顆 那它會有一個係數 那這個係數呢 那它會一樣 一路這樣加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形式的 人家畫到上面 都是一個什麼 都是一個固文力 固文力是一個 獨遠魔界的地方 對不對 很長 對不對 考慮的是這樣子 但是那最靈近的形式 就不是R的12次方 喔 排斥力 那最靈近的形式 排斥力的是 缺點輸性 對 碎的手 一樣的一個形式 那考慮這樣一個內能之後呢 根本就斷這個 它這個你算這個 這個系統的能量 那其中在RAPA 亞皇她是一個PiJ的正負號 那不要忘記 離子晶體跟 蜿蜡鄉 現在大概一個的不同是什麼 它 相靈的原子 都是1號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會有正有負 這前面的話 有正有負 那這個證幅它好像PiZ加一跟剛剛PiZ一樣是幾倍的最短原子距離 那這個呢把它全部加起來就再用碼龍常速 那這裡頭的Z呢 那這裡頭的Z跟前面的這個凡德瓦琴有點不一樣 像這個東西因為你的原子序 會影響到你有多少的鏈子 所以這裡的這項這裡有一個原子序的這個值出現 那這個Z出現 那這個Z呢只有在最靈近原子才有這項 不是最靈近原子是不會有這項 因為它是來自於什麼鮑立不相容的原排斥力 所以你只有靠在一起才有這項 沒有靠在一起才有這項 好OK 所以呢我們在氣體分子裡頭 這兩個整理起來 間結 你們學到間結 可以計算就這兩個 剩下什麼金屬鍵什麼都沒辦法算 氣體界都沒辦法算 所以第一個反應的公司長這樣子 色氣的長這樣子 那靈子晶體呢 剛剛那個東西如果我們還經過 會這樣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他兩個公司 剛剛那個時候 我們記得過多一關 找最小能量 對不對 再帶回去 把一個東西 算出來最小能量 就帶換子 整個帶換票就長這樣子了 好 這樣子 好 所以靈子晶體跟這個論氣 整理起來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見解就沒了 就上來了對不對 好 中間很多證明 我們就不再重複了 OK 好 再來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那今天可以見解 那有各式各樣的見解 那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方式 來討論 這個 比如說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產數呢 那我們就要討論到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這個原子半徑 那我們在講一個半徑後 我們可以遇到一件事情 見解的時候 見解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去討論說 假設我們今天發生的見解 原子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它到底這裡算誰的 對不對 我沒辦法說這個是算誰的 沒辦法算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大概用這樣的一個原則 再去加一些場下 就是說 原子靠在一起見解 還沒有發生完完全見解的時候 這裡是沒有值的 對不對 見解之後 在這裡會有一些 所謂的重疊序 是不是 好 那在見解的時候呢 假設我們可以說 原子它有一個固有的半徑 比如說是R1 這叫R2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知道 固有的半徑大概是多少 在見解的時候 考慮各式各樣的 這個周圍見解的情況化 那如果可以很像 可能合出這個的距離 這邊到這邊的距離的話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提到了這個原子半徑 好 那這裡有一個典型的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是非常有名的例子 就是 蓋太光結構 那我們上次都講過了 就是你做這個太陽的變遲 那你沒有聽過最先 雖然最夯的叫做 蓋太光太陽的變遲 他主要結構長什麼樣子 他剛剛理會了很多有機的 有機的樣貌 但主要結構長這樣子 好 那這個蓋太光結構呢 我們用蓋太光結構來解釋 是用原子半徑來計算 金格成長數呢 那一般典型的蓋太光來說 基本常常都是非常接近正方形 那通常都是不是正方形 他可能是 是 Orthelombic 可能是這個 H8 但是他就是不會是Q0 因為他先天地的半徑就不一樣大 所以他絕對不會是Q0 但是他會很接近Q0 好 那這樣一個情況下 怎麼去計算他的這個 金格 金格常數 什麼叫金格常數 就是一個重複週期的這個長度 對不對 這個叫一個金格常數 算這邊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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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裡我們就有兩種算法 假設我可以理個這個表 這個表兩看很短 第一排叫什麼呢 頓器結構下的標準離子半徑 這是頓器結構 那第二排呢 是在於見解的時候 是適配位 上下左右 四次配位的樣子 那第三個是十二配位 那一般我們從頓器開始出發 頓器 頓器就是用拳填碼 對不對 好 那以圖裝的例子來說 我們怎麼去計算這個 這個一子半徑最好呢 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做法怎麼樣 我跟你講我算這個 抱歉喔 這個手殘 再來一次喔 從這裡拉到這裡 對不對 這是什麼 下面的對角線 對不對 如果我可以算出這一段的長度 然後再把它乘上跟號二 是不是就給這段長度 看得懂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乘上跟號二就是這邊的長度 好 那問題是這邊的長度是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下面這個紅色叫做貝 這個灰色的叫做牙 所以貝的離子半徑是1.35 一樣 離子半徑是1.4 對不對 所以1.3加1.4 這是兩個完全無頓器 靠在一起的情況 可是呢 我們下面也要修正表 修正表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來 它這裡有個N值 N值代表的是 你周圍有幾個間結 人家說最靈界的原子有幾顆 來看從1到12顆 我們最多就怎麼12顆 為什麼 你們學過 我們學過最緊密的堆積 叫做FCT 或是HCT 對不對 那最緊密的堆積 它周圍最多有幾顆啊 就12顆而已嘛 對不對 你不能做超過12顆的幾乎 對不對 所以它從1一直到12 好 所以以貝來看 貝跟你倆做間結的時候 貝周圍有幾顆啊 這個 這張圖可能不容易看 你可以看到 貝林跟它最明顯的原子是誰 這顆羊 對不對 這顆羊在哪裡 下面的面芯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跟它一樣近的距離是 上面這個面的面芯是這一顆嘛 還有呢 這邊側面的面芯是這一顆嘛 所以一顆基地裡頭 它在這一顆基地頭 只有三顆喔 對不對 三顆 對不對 好 那以這個中間畫一個掛線 掛線 有幾個空間啊 八個空間 八三二十四 欸 它沒有二十四顆啊 那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因為這個面的原子 這一面的這邊共用了對不對 現在怎麼去不到除以二嘛 再得到12 所以以貝來說的話呢 它周圍有 十二個什麼 十二顆的原子 跟它最靈近啊 對不對 所以我修正箱 就應該要用到十二的修正箱 修正多少呢 這個點號 大概三個床是0.19 所以呢 我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它怎麼算 1.3也是貝的 1.4是陽的 0.19只要加上修正箱 就等到2.94 2.94是這邊的長度 那把它乘上跟號二之後呢 就是這裡到這邊的長度囉 所以這裡到這裡的長度 是 8.4.16 這是怎麼算的 好 所以2.94 然後第二種算法呢 是怎麼算呢 我們看中間有太 對不對 如果算太到陽的距離 把它乘上二 不就是一樣的意思嗎 對吧 太到陽 太到陽 而且因為太跟陽 是剛好貫穿這樣子直的 或是這樣子直的 或是這樣子直的 或是這樣子前後直的 對不對 如果算太陽 好太跟陽 太它的這個漸長是0.68 陽是1.4 然後兩個加起來 你也要不要1.4 那太周圍有幾顆 這個就好看了 對不對 周圍有幾顆 就六顆嘛 一二三四五六 對不對 所以六顆 修正相同也 不用修正 所以直接相加 就是2.8 所以2 4.16 兩個算起來結合一致 對不對 這就是這個算法 這會算法 會吧 會齁 會齁 一定要會算齁 蛤 一定要會算齁 是不是 又會算 蛤 如果說了三次 就是一定要會算 好 好 OK 這樣就知道了 好 再來齁 我們要講 這個 彈力長序的部分齁 如果我們知道 經理結構的見解的話呢 比較會 要會算 彈力長序的這些問題齁 那彈力長序呢 大家在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這麼複雜對不對齁 我沒有講你要背齁 你不要背這東西 好不好 好 其實 其實我在出這一題 他寫出來 大家花半個小時 都在寫這東西 對不對 光寫的時候 就算了 是不是 這一點意義都沒有嘛 對不對 好 這個都不用背啦 但是你要知道齁 什麼叫XX 齁 他大概是什麼 什麼樣子 對不對 你大概知道他意義 因為為什麼你再拿他 用他來算 那其實你不小心接著他齁 這個有72下 對不對 好 72下方行就行到 對不對齁 一秒鐘 寫一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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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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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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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就可以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來討論 Ka勝小於1 或者讀Ka北正部拍的時候來討論 那這個東西告訴你什麼呢 假設我去解Ka勝小於1的時候呢 做態度改造就知道這兩項 這兩項告訴你是什麼呢 這兩項告訴你說前面這項叫做光平之 下面這項叫生平之 為什麼光平之呢生平之呢 因為當我帶進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呢 它的原子的這種U A負B還記得嗎 U A負B 所以呢 它的振動 U上上 U上 B就下 那如果一般的離子間隔的話 剛好正負離子是間隔的對不對 正上補下的話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要驅動它必須要怎樣 要讓它這個正離子跟負離子 在同一個時間反向移動 那我們只能透過電磁波繼續用它 對不對 因為電磁波因為正電場的時候 那正離子會朝下 假設上面是正下面是負 正離子會朝下負離子會朝上 那你也會朝下運動對不對 所以可以用電磁波驅動的震盪 就是成為光平之 那另外這個呢 這一個Omega跟K 完全是正離子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色彩關係 是類似線性的 所以這種就像什麼 就像我們在跳過 走到哪裡 或就到哪裡 對不對 那這種就叫什麼 生平之 那同時呢 我們在連結 我們在上一周講的 光平之的地方 你看Omega跟K 這裡面有任何K的東西 對不對 Omega跟K 裡面一點關係都沒有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跟K為分 會怎樣 會 因為他這個沒有K的東西嘛 對不對 喔 表示怎樣 表示這裡頭 這裡頭 我的這個 這裡頭 我這個 這個頻率呢可以只有 這個什麼 單一人的頻率 對不對 不管他可以有的頻率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不管他可以 至少在這個附近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連結上一般講的 為什麼Omega 可以描述光平之 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 你稍微偏離那個 沒有我們講這個極限 是吧 KHP0的地方 你稍微偏離 泰移P0 大概就這麼說了 但是呢 現在呢 假設在附近的話 你按開KLiS 的話 都來提示他 好 那當我的這個 第一部連區 第一部連區 當我的這個 震盪 靠近第一個部連區 的時候呢 我會等到什麼呢 等到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 那這告訴你一些什麼事情呢 如果我跨圖的話 剛剛的那個琴 一個是0 一個是這邊 對不對 這邊解的一個是 什麼 2m2分之2c 凱格鬧 一個是m2分之2c 凱格鬧 他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只要有 你有兩個以上的原子 這裡頭一定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energy gain 有一個能力 這是雙原子以上的 這個生殖模 最重要的一個特徵 最重要的一個特徵 所以 為什麼這個 要你們畫這個圖 有沒有 你們心機知道畫這個圖嗎 對不對 因為呢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他沒有這個gap的話 那很多的這些生殖 這個現象呢 就會 你們知道一些很特別的一些 這個生殖模 其實可能說 有痕跡 有經常操作 像半導體沒有能力 全部都是導體 就沒得完 對不對 半導體要要導不導 有能力 才能夠操作 同樣的生殖的東西 也是這樣子 好 ok 所以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留下的是一個transverse to see to more 然後呢 這是一個transverse 還有to more 你們也知道 還有什麼呢 Domitube Domitube的more 只有一個 transverse有兩個 所以兩個原子的話 總共有個more 其中有兩個 然後你看쪽有兩個 4個什麼 就是一個 所以有一個有A 一個有L 一個L 兩個TA 兩個U 好 就是這個東西 好 再來 這個dancing state 那dancing state 我花了很多生殖 所以我已經答好了 那我們現在是講 最後的部分 如果今天考慮一般 一般的dance of state 一般的dance of state 就是說你要適用於所有情況的喔 dance of state 大家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的dance of state 這個比omega這個東西呢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喔 我們的泰 介於什麼呢 omega到 到omega和里omega之間 對不對 厚度叫做里omega 這樣子的一個泰密度 那這樣的泰密度呢 因為你總比敢要對一個k啊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一個泰密度呢 對照相當於什麼 在k空間中 k空間中 它其實對出來一樣在k空間中 假設我給你對一個畫 k空間中 k空間中我中間畫一個地方題 那當然這個地方可以給你畫 然後 地方題的體積的話 第三方k 好 失雙中間的差別是什麼 我們一大換到k的時候呢 我們一大換到k的時候 差了一個什麼 差了一個這個常數 叫做二拍除以l 二拍除以l 怎麼來的 因為呢 在k空間中 我一個k到下一個k k1到k2之間的 差值是多少 差值4 k0和這2拍 對不對 你一大片一個 L和這2拍 所以我一個n的差值是l 就是2拍 所以在1的這樣一個單位距離下 我有的tine的數 如果是2拍就只有 倒數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 它的這個係數 那因為這三張 這一個三張 所以給Omega 換到k空間 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好 那我們要知道 上次我們要知道 你的這個bm k bm k bm omega是什麼 這個東西 我們要知道 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 比Omega k 所以呢 這個bm k Omega k 對不對 Omega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東西呢 放到這個 這個式子裡頭去 這個DsOmega 這個DsOmega DsOmega 其實這上面就是表面機 你可以發現 這上面有表面機 這一塊表面機 這一塊表面機 這一小塊表面機 這都是DsOmega 所以呢 整理到最後呢 就可以知道 我的DsOmega 長得這樣子 或者是把這L3方面的b 按起來bg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個通式 也不管 你在算什麼系統 不管你算 升值 不管你算鏈值 不管你算什麼 這都是一個通用的一個系統 只是說 你怎麼去把 這個s 比sOmega 這個難處找出來 其他東西都一樣 其他東西都一樣 好 那當然 這個先來講 有的時候 自己去看 這個後面bg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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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從這邊觸發 然後直接這個 就帶這個東西進去 它其實是這邊買的 好 那這個 這個只是讓我們知道說 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不管我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算這個Dance Bill State 比如說 在前一張 這一節的前面 就是Dance Bill PhotoState 那 也許在後面 比如說 Dance Bill 也在創State Dance Bill 什麼什麼 State 都是用格式子來去做 出發點 好 再來我們要講熱膨脹 那熱膨脹 熱膨脹 熱膨脹的出發呢 就是我們的熱膨脹 其實是考慮到 一個晶體的非 這個所謂mharmonic的效應 那 我們有講過 假設 我們今天去討論 一個晶體的這個能量 U 如果是 所謂它mharmonic的話呢 U U 它 跟什麼有關呢 等於 C X 0 對不對 用特定率嘛 對不對 如果你考慮 mharmonic 行為的時候呢 它等於C X 1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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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怎麼樣 nharmonic 就是我的交互作用力 交互作用 怎麼了 交互作用力是不平衡的 不對的 或是不平衡的 它是 在大陣幅的時候 大陣幅 那當然我們再算到最後的時候 當然會比較一樣 最後沒有貢獻 主要貢獻來自於交流裝備不對的那個情況下 那我們要去算一個中期的熱帳比說 那到底有沒有熱帳比說很簡單 看看平衡點有沒有變嘛對不對 平均的平衡點有沒有位移 所以平均平衡點有沒有位移一樣 就把這X跟波士曼常數 把它算在一起 所以比X只能有負的β 因為有乎X 上面X的讓比X只能有負負的βU of X 那U of X有什麼東西 大概在於計算的時候呢 上面這項的像樣都可以分別算出來對不對 我上次講的幾分技巧 最後就給它五均的位移位 4C0分3KPT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得到了什麼 得到我們平衡位移是一個溫度的一個函數 而且它是一個線性的 基本上是一個線性的一個函數 所以你們覺得熱帳很不錯係數的時候啊 假設你知道熱帳很多係數 你又知道α對不對 你又知道α嗎 你又知道彈定常數 你就知道非mhormonic的這個像 有多少用的可以算嗎 對不對 它可以告訴你更多的晶體震盪的一些 所以我們覺得一個故事實 好 再來講熱傳導 那熱傳導呢 簡單講就是說 什麼叫熱傳導 第一熱的熱傳導 就是怎麼樣 靜能量流 也就是我單位時間 通過單位面積所流出去的熱量 跟單位時間 單位面積所流出去的熱量 我們在細節有講過 比如說C-T就是我的種Q嘛對不對 比熱量乘上我的溫度差就是我的什麼 熱量變化對不對 C-T的Q Q 然後呢 TAO乘上面就是我移動的長度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這樣去最後算一算的時候呢 再把這個E-L跟L拿出來 跟這邊的DX去做交換去計算